明星们为什么没作品依然喜欢参加各种踪迹,因为能增加曝光度涨人气,从而提高身价方便以后捞钱,而捞到钱以后,他们会进行投资,开店要钱生钱,虽然他们开的店死贵,但真的赚到钱了。 而今天要说的艺人从不投资不开店,只专心做自己的工作,这个人就是蔡依林,蔡依林应该没人不认识吧,尤其是90后从青春期就开始听她的歌,几乎每一首都能哼两句。 蔡依林刚出道时还有点婴儿肥很不受待见,后来她拼命减肥练舞蹈,千锤百炼之后终于成了现在的亚洲小天后,她的人生是逆风翻牌的标杆,蔡依林出道20年就长了20年,一年365天有一半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,根本没有时间去投资开店,忙得综艺都没时间上,只能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存到银行, 导致这么多年人家财4亿,对我来说是趋款,但对于她这种答案来说,算非常少了,你看杨颖什么代表作都没有,一集片酬就高达几千万,那些流量太小鲜肉,那一个不是没有拿得出手作品,但片酬千万,就连收拾女王杨幂,这些年有什么高口碑作品吗?能像蔡依林这样认真唱歌,做好份内饰的艺人太少了。